第二十九屆五國際記者 記者有獎在今天揭曉 中國的公民記者張展 不為當局的威脅阻撓 持續報導中國武漢 爆發新冠疫情的實況 結果被逮捕 判處四年有期徒刑 榮獲了勇氣獎 而至於另外一個獎項 獨立獎是由巴勒斯坦的記者 所獲得的 表揚他雖然是行動受限 但還是展現了批判態度和毅力 見拍攝身穿藍色迷彩服的官方人員 直接打掉鏡頭 拍攝者是中國公民記者張展 他在去年武漢爆發新冠疫情時 走訪當地發表第一手觀察 這天夜間他來到漢口車站外 提及當局要求民眾減負PCR證明 但檢驗費高達一百八十元人民幣 好幾個月沒收入的人 根本負擔不起 他說感到絕望恐懼 但總想著再多替弱勢者 多說一些話 影片去年五月上傳 不久後就遭到逮捕 判處四年有期徒刑 他在獄中絕食抗疫 性命危在旦夕 不畏威脅阻撓 勇敢捍衛採訪權 讓他榮獲2021無國界新聞自由獎的勇氣獎 張展提醒我們 中國當局是怎樣控制媒體 阻斷信息 封口抓人 掩蓋 扭曲 混淆模糊 有關這場世紀瘟疫的所有真相 無國界記者組織 第四十八號揭曉新聞自由獎得獎名單 獨立獎得主為巴勒斯坦記者哈森那 他遭以色列禁止 離境兩年行動受限人持續報導 展現批判態度與毅力 影響立獎 則頒給飛馬計畫 十一國八十多名記者 組成跨國調查團體 揭發十一國政府 利用間諜軟體飛馬 監視近兩百名記者 記者你們王德新綜合報導